是的,监察院的官员虽然目录深深怀疑震惊愤怒,然而却没有人一个动起来。 因为这是一支真正的铁军,铁打的队伍,只要上级没有发令,他们绝对会一直等下去,直到等到不能再等。 无数双目光,看着站在最前方的严冰云,因为他是如今监察院的最高阶官员,虽然这些目光里也有怀疑,但是他们依然等着严冰云开口说话。 严冰云沉默片刻,却没有开口向这些监察院官员解释什么,而是直接望向了大院处的那个通道。 几名太医,几名太监,数十名大内侍卫抬着一个担架从那个通道处走了进来。 一个满头花白,头发乱飞的干瘦老人,就在担架之上,他身上的血已经止住了,只是似乎还陷入在昏迷之中。 监察院的老祖宗,这片黑暗的皇帝,陈平平又一次回到了他一手打造的监察院里,回到了他最喜欢的这个大平院里。 然而这一切,没有那个熟悉的轮椅的滋滋响响声作陪,他只是孤单地躺在担架之上。 初秋的怨屏,那方白沙青池里的鱼儿还在游动着,只是陈平平却无法睁开双眼,往那个方向看一眼。 严冰云像跟镖枪一样直直站立着,看着越来越近的担架,附在身后的双手微微颤抖了一下,马上又回复了正常。 他知道此时是关键,他知道陛下为什么要把陈平平送回监察院勘押,因为他要用将死的老院长,必将被凌迟的老院长,刺,积监察院里所有人的心。 陛下要知道,这座监察院究竟是陈平平的,还是自己的? 如果一旦确认院子已经不再是自己的,冷酷无情冷血强大的陛下,想必完全不介意用无数的军队冲进这个黑暗的院子,天下无数的分离处,彻彻底底地将这个院子洗扫得干干净净,不在世上留下任何痕迹。 他冷漠地注视着院内所有监察院官员的反应,注视着无比强大,深入人心的黄泉与陈平平在监察院里的崇高威望的碰撞。 担架缓缓地移动着。 在太医们的抢救下,失血过多的陈平平终究还是活了下来,皇帝不让他这么轻易而愉快地死去,他便无法死去。 随着担架的移动,院内监察院官员们的目光也在移动着,他们的目光极为复杂,悲伤,激动,绝望,愤怒担架上是他们所有人爱戴的老人,然而却只能黯淡地躺在担架上,准备迎接明日十分凄惨的下场。 终于有人忍不住七楚地唤出生来,跪在了地上,对着那副担架。 院长!老院长! 所有监察院的官员都跪了下来,虽然明明旨意里说得清楚,陈老院长是刺君的十恶不赦的侵犯,可是他们仍然忍不住跪了下来。 终于有人忍不住了,一声力喝,几道人影从监察院官员的人群中飞掠而起,直扑担架。 空中几道寒光滑过,几声闷响连绵响起,空气里似乎都因为这种震动而扭曲起来,秋风大作,呼啸一片。 陈烟落实,四名监察院官员被击落在地,同时出手的军方高手,外加陈平平伸舟的内庭高手,束手而回。 闫冰云冷漠地看着这一幕,眼角微微抽动一丝,开口说道,压下去,若再有叛逆之举,依愿力处置。 无数双院独愤怒的目光同时投向了闫冰云,如果目光可以杀人,闫冰云的身体已然千疮百孔。 然而此时的他只是面色微白,衣袖的纹路都没有颤动一丝,看着院子里的下属们冷声说道,记住你们的使命,你们庆国的臣子莫非想造反不成。 偏在此时,站在他身旁的贺宗伟忽然轻声说道,最好当场杀了,以震人心。 我做事,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多话? 闫冰云冷冷丢了一句出去。 然而他的话可以让贺宗伟沉默,却无法让监察院里的这些官员们沉默,他们缓缓地站起身来,用一种冷漠的目光看着闫冰云,就像看着一个死人,也许下一刻,他们就会集体出手,向着那副担架冲过去。 监察院里的局势已经到了一种极为危急的关头,闫冰云眯着眼睛看着四周,清楚地知道,仅仅凭自己,依然无法压制这些官员们对陈平平的爱戴。 一根苍老的手指,忽然伸了出来。 所有的人都安静了,所有监察院官员的目光都投向了那根苍老的手指,那根在担架旁边伸出来的手指。 手指微变,做了一个监察院所有官员都铭记在心的手势。 后,一名二处官员忽然心头大悲,眼眶一湿,悲愤地大吼了一声,然后双膝沉重地跪了下去。 后,后,那根苍老的手指似乎有某种魔力,只是轻轻地伸出摇了摇,紧接着,院子里响起了无数声后字,后是沉默,后是等待,后是隐忍,后是不得已地放弃。 后是停留在原地。所有的监察院官员都停留在了原地,一声后字出口,两行虎泪流下,膝下并无黄金重,却如山般沉重,砸在了地面之上,目送着那副担架,缓缓地行过众人的面前。 所有的内庭高手,太监,军方精锐动容地看着这一幕,贺宗伟的脸色变得惨白,严冰云的身体,微微摇了摇。 用尽一切方法都无法压制住的监察院官员的忧伙,却在那一根苍老的手指下,没有任何意见地暂时熄灭。 这是何等样的威信?不,应该说是何等样的信仰。 严冰云面若冰霜,知道黄泉与老院长的对抗,虽然以监察院的被迫臣服而告终,而实际上却依然是陈院长胜了。 担架缓缓地在众人面前行过,向着监察院大牢的方向行去。 贺宗伟面色煞白地看着这一幕,忽然看到了那四名被擒住的监察院官员,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放松自己的心神,说服自己监察院并没有这么可怕。 下意识里轻声说道,监察院果然号令如一,只是这些人的实力,却比本官想象的要弱一些。 严冰云回头冷冷看了他一眼,略顿了顿后说道, 如果不是我无耻到了这种地步,如果不是老院长还能动一根手指头,我真的无法想象。 今天我们两个人能不能活着从这个院子里出去? 说完这句话,他不再理会低头沉思的贺宗伟,随着那个担架与宫里派来的护卫, 落寞地向监察院大牢里行去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